香港课题方面 由于群示威者在2019年7月1号 冲进了立法会大楼 并占领和破坏公共设施 陆续被提供之后 香港区域法院尽早裁定 一人王宗瑶和记者等6人 涉嫌暴动和非法逗留意未听 罪名成立 诚审法官李志豪阅读书面才词 指王宗瑶自称当时进入立法会 唯一的目的是要把充电器交给记者 但是被告是知道 立法会被示威者破坏和占领 而警方打算清场 被告不需要隐身犯险进入现场 因此证词不尽不识 另外两名网媒和学生记者 黄家豪和马启聪 却没有遵循警方 要求所有人必须撤离立法会 因此裁定两人暴动罪不成立 但是进入或逗留在议会厅范围 罪名成立 法庭押后到下个星期二 听取每个人的求情 并会在3月16号宣判 其中4名被告需要还押护审 再次找到对 List 出面的丁力 制造成立法会 独播剧场—— 辈队 Ba之后 平时